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超巨大的豆篮 非常非常巨大 非常的漂亮的豆篮 一种很夸张的种法 也很夸张的个体 在我昨天po的那个篮园这边 一样他专门的种了很多的大型的 这种大型的 你看跟一个手掌差不多大的领带篮 这是一种领带的豆篮 是一种豆篮的品种之一 非常非常长 你可以看叶子长到一个很夸张 这可以种到100多公分长 非常的巨大的个体 那也有扇板的 也有盆植的 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个体 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也是新芽来的时候 他利用一个保利笼把它撑起来 不然会折到 你看 每片叶子都有一个手掌宽的程度以上 非常非常巨大 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兰花 你可以想象在原产地 它可能是掉在树干上 然后向下垂 那个感觉应该是非常好看 巨大的领带篮 虽然它的花 你看每一颗都跟手掌一样大 可能跟一颗额蛋一样大 跟一个手差不多大的个体 这种兰花就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它虽然唯一的缺点是它的花很臭 但是问题是它的叶子 你看这个是它的花 开完没多久 它的花很臭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叶子很大颗 非常非常大颗 一个非常漂亮的叶形 你看这个比手掌还宽 非常非常巨大 而且每一个形状不太一样 有些会特别的宽 有些会特别的长 也有什么红色的芽 也有不同的花色 还有听说还有橘色的花 非常多种品种 这种都可以通称为大领带 虽然它每个有每个的学名 不过这个真的是超巨大的个体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非常多巨大型的领带栏 这个也是我看过最巨大的领带 其中一种 大部分种的都没有那么大 如果你去通常原子看 或是去市场看 通常都不会把这么大的东西拿出来 都放在原子里面 所以在好的环境气候里头 它真的可以成长到 超级巨大的一个夜行 跟它的球晶 你可以看到这个的夜行跟球晶都超级巨大 而且它每一盆都还蛮巨大的 它里头种满了水草 所以其实它可以用水草种植 但上板种植有另外一种美感 我觉得因为它另外一区有上板种植区 下一次我们再来拍那一区 你就知道说那个叶子 真的是大到一个很夸张 如果你看到实体的话 你会发现这种夜行很漂亮 然后整个是一个那种长条状的往下垂 那如果它板直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垂下来的样子 非常的好看 而且有不同的形状 虽然它的花真的是不好闻 那我看到这个花已经泄掉了 这是我来的时候已经泄掉了 所以并没有很重的味道 但是领带微缺 就是花比较难 豆兰类的会香的真的不多 像是哈密瓜 像是牛魔王之类的会香 那其他基本上都无味道 或者是偏臭微居多 这个是它的缺点 但是豆兰千变万化 有小小的跟一个指甲这么大的大小 也有到这么大的大型个体 那这种我记得领带兰系列 好像产在新几内亚这附近 反正也是东南亚的地方 那你可以想想看 它从在野外的时候 更适合它的环性气候的时候 垂下来应该是非常的惊人的 甚至有些可以到150公分以上的个体 那一个拳头粗的个体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种兰花 那当然这里种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型兰花 非常非常的巨大 而且非常好看 它叶子其实是在比较冷的状况 它有些会带有一些红色的金 看个体有些会有红色的金 那种红色的金 红色的亚 那红色亚是特殊的个体 或者是另外有人把它归为另外一种品种 所以这个是非常巨大的兰花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兰花机种其中之一 好 感谢你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